第十二章 晚年从政之谜 一 虔诚的基督教徒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 也是一个教徒 通常来说 他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 从不睡懒觉 习惯于白天工作 东方破晓 天蒙蒙亮 人们还在熟睡之时 蒋介石就已经在自己家里 为什么还要如此小心 原因之一是不想吵醒宿美龄 这对政治夫妻的生活规律是不一致的 蒋介石年轻时入军官学校 后又到日本学习军事 他始终保持着军人习气 早睡 早起 不习惯熬夜 喜欢在白天活动 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是在白天进行的 晚上从来不参加任何活动 夫人宋美龄却完全相反 她是社交高手 是官场名人 晚上要经常参加一些活动 蒋介石起床之时 宋美龄其实才入睡不到两三个钟头 多年来 他们夫妻之间在生活作息上是不一致的 外人不知道 他们彼此间从来不干预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况 蒋介石洗完脸 就轻轻地走出房门 这时侍卫人员会按电铃 告诉当班的贴身副官 蒋介石已经起床了 这时贴身卫士会很快地来到他的身边 据执行者说 在这个官邸 通常情况下 按一声铃是代表蒋介石那里找人服务 如果按两声电铃 那就代表是夫人在传唤人员 为事后蒋介石 副官基本上分为正班 副班 空班等三个班次 副官人员必须在每天清晨五点前起床 他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 烧好开水就倒好两杯 一杯是温的 一杯是滚烫的 已被蒋介石引用 蒋介石做事有条不紊 他的一举一动 副官都很熟悉 从走进洗手间打开灯 到他完成洗脸的一系列动作呢 需要多少时间副官心里都有数 他拧毛巾的方法是交叉拧扭 把毛巾的水分扭起到最干程度 再轻轻擦脸 他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 这是从他在日本当兵时养成的习惯 蒋介石非常讲究个人卫生 他惯洗用的毛巾都是定做的 每次订二十到三十打 由工厂派人送到官邸 他喜欢的毛巾是纯白色的 他疏口时也有一套程序 副官通常会在他的洗脸台上摆一个空杯和冷水瓶 他习惯用一种药水加入冷开水中 然后再用这种液体疏口 灌洗完毕 副官会送上两杯开水 杯子都是三百cc容量的 一杯是温的 一杯是烫的 他先喝温的 等那杯温的喝完 再等到他坐完静坐 原来那杯热的已经变成温开水 他喝的开水都是要保持在摄氏四十度左右 不能太烫 也不能太凉 喝完水他就开始在阳台上坐操 唱圣诗 做体操 唱圣诗通常用二十分钟 之后回书房静坐祈祷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祈祷时有不少的规矩 他先是用毛毯把自己膝盖盖好 静坐的第一个步骤是点眼药 一边点眼药 一边用一条白色手帕 轻轻的擦拭按摩双眼 点完眼药 闭目静坐 静坐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静坐时口中还念念有词 念着祈祷文 他从来没有计时 但静坐的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有误差 有时候连一分钟都不差 时间到了他就用双手按摩几下双眼 就算完成静坐 静坐有两个目的 一是祷告 一是保养双眼 副官回忆说 蒋介石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 这和平时细心保养是分不开的 做完静坐和祷告之后 他就走进书房做早课 所谓早课就是写日记和看报 蒋介石不习惯熬夜 因此通常是利用一天当中精神最好的早晨写日记 这一点与常人不同 写完日记就开始看报纸 他什么报纸都看 像中央日报 中国时报 联合报 都是他每天必看的报纸 早课时 他只看大标题 如果他有兴趣的新闻 就会让秘书把卯贼消息滑起来 等他吃早饭的时候 再念给他听 给蒋介石读新闻 这也是秘书的一件重要工作 他对地方新闻非常注意 有天下午 他在翻阅报纸时 在地方新闻版中 看见一则新闻 说中兴新村有公务员在宿舍打麻将 他看了报道很生气 过了几天 召见当时任省主席的黄杰 当面指示黄杰立即制止中兴新村省府人员在官署或在宿舍打麻将的行为 蒋介石是一个细心人 常常会在演讲场合将看到的消息引用出来 针对问题提出批评 因此官员们都非常害怕西门记者 怕自己有什么小辫子抓住曝光 一经曝光 蒋介石知道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就会影响他们的官运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每天早晨唱圣诗唱到天父或圣灾圣灾时 就会脱帽向东方行礼 蒋介石信奉基督 勤于行礼的习惯外人并不知道 但常年随时在他身边的侍从人员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是见过的 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秦孝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这是蒋公每天必定实行的一项习惯 他的书房陈列了三幅项 一是王太夫人 一个是国父 一个是耶稣 他每天走进书房 或是从外面归来 必定对三幅项分别行住墓里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那情景令人感动 而他口中莫倒的是什么 别人并不清楚 他在默念着什么 也许他供奉的这三个人是清楚的 用完早餐大概九点半钟 蒋介石就动身到松松府上班 通常是当天职副班的副官随车跟着他一起去上班 正班留守在官邸 除了开国民党中常会之外 蒋介石的习惯是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到总统府上班 蒋介石下班的时间不太一定 有时候重要门店多 需要马上处理 下午一点多下班的情况也有 下班后便直接回官邸吃中午饭 饭后他有睡午觉的习惯 睡午觉的时间有长有短 大概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 午觉醒来会出去散散步 然后回书房静坐祈祷二十分钟 之后就开始办公 这时所谓的办公 无非是看看报纸 剪贴一些他觉得不错的报道 或再处理几件比较紧要的公文 如果有重要的外宾 就在官邸接见客人 当所有的公务处理的差不多 工作人员为他预备茶点 算是午茶时间 下午四点多钟 如果老夫人也有兴趣 他们夫妇就会乘车到台北近郊的一些地方 兜兜风再回来吃晚饭 如果他不外出兜风就会在官邸室内或者花园里面散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蒋介石的生活很单调也没有多少自由 一切活动都得听从侍从人员安排 关于个人信仰问题 蒋介石可谓是中期何必的典化 当年为了与苏美龄结婚 他没有食言 在苏美龄母亲的督促下 他后来信了基督 而且从行为来看 的确是很虔诚的 但从他的骨子里来说 仍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 二 势必公亲的工作作本 蒋介石疑心很重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直接指挥 但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也是势必公亲 有时的做法与他的地位和身份的确不相衬 国共和谈失败后 他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手长 直接指挥作战 他不仅指挥到战区兵团军一级单位 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师团一级单位 越权越级指挥是他的工作作风 这正说明了他对别人能力的不信任和怀疑 这也正是他败给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战争的情况来讲 是没最高统帅 离前线那么远 对实际情况能掌握多少呢 指挥是否正确 他从来不想这些事 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这种自负造成了许多矛盾 下级有苦难言 按他的指挥出兵 战败了 却仍要承担失败的责任 替他受罪 这怎能让下级心服呢 他是一个不断专行的指挥官 每次战役失败他都认为是前线指挥员无能 因此经常训事前线指挥员 这种效果是负面的 他随意训人骂人 对指挥官都不放心 骂来骂去 就有一些人不接受了 认为前程暗淡 被他骂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这种教训 直到晚年他才有所醒悟 遗憾的是醒悟的太晚 自己只能点据一个孤岛 凡事都要自己去办 这正是他的工作准则 据说1960年6月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 应蒋介石夫妇邀请来台湾访问 蒋介石对此相当重视 生怕出什么问题 得罪了美国朋友 因此早在两年前 就成立了专门接待机构 由专人负责对此接待工作 艾森豪威尔快来台湾的前一手 蒋介石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 原来蒋介石是不喜欢吹电扇的 也从不用空调 天热了 他就让他人用扇子为他扇崩 但美国总统享受惯了冷气 怎么会喜欢蒋介石的扇子呢 没有办法 蒋介石只得打破惯例 让工作人员从空军总部 借了两台进口的空调 装载会客室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 蒋介石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听说如果有外国客人来访 事前的许多准备工作 他都会亲自查看 比如说1958年5月 伊朗国王巴列维即将访台前的某日晚上 都十点多钟了 蒋介石仍不放心准备工作 便和宋美龄突然来到总统府检查室内的布置情况 当时翁副官就住在总统府的值班室里值班 蒋介石夫妇见此很高兴 当场表扬了一番 其实他们并不知情 翁元当时是单身汉 住在这里也是图个方便 他们来了 看了 就得提点意见 蒋介石对客厅的布置 不是很满意 认为太死板 第二天早晨就派人送来了宋美龄做的画 布置在客厅内 这样看上去不再单调 显得很有文化情趣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蒋介石到台湾后 也喜欢微服司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目的是了解实情 检查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 和办事机关的工作状况 比如说 1966年夏季的某一天 蒋介石吃过午饭 突然心血来潮 不想休息了 一定要去台北北海岸淡水公路上转转 卫队接到通知后 立即备车 陪他上路了 当车队行至公路旁 卯失营区边上时 蒋介石突然下令停车 车队只好停止前进 蒋介石什么也不说 下车后独自沿着山路朝军营走去 当时他身着便服 戴礼帽 远看像个普通商人 营区门口卫兵警惕性很高 认为来者身份不明 也许是坏人 于是举起长枪 瞅着蒋介石大喊一声 站住 你是什么人 竟敢进入军事重地 蒋介石仍朝前走 卫兵拉向了枪栓 对着他喊 停止前进 否则我就开枪了 蒋介石仍不说话 继续往前走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这时他的副官才喘着粗气跑过来 指着卫兵说 混账东西 见了总统 还不敬礼 乱叫什么 士兵明白过来了 马上向蒋介石行礼 一个普通士兵 怎能认出蒋介石呢 他有点害怕了 双腿 开始哆嗦 蒋介石走上前去 没有责备这个卫兵 反而笑着说 你做得对 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军人 卫兵的紧张感消除了 蒋介石询问了他的名字 年龄 籍贯 及家庭情况 这个卫兵 是有文化的 他干脆利落地回答了 蒋介石询问的所有问题 蒋介石转身离去时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兵素质不错 很有责任心吧 据说后来 蒋介石在办公室 突然想起了这个卫兵 派人去考察之后 马上提示有关部门 将这个兵提拔为排长 这就是他的作梦 疑似不打召唤的出行 却了解了军营的一些实情 还发现了一个人才 一句话就改变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命运 蒋介石微服私房 常去的地方是军营 事前不打任何招呼 突然出现在连队 这种势力很多 据他的副官说 到了军营 蒋介石也不会直接去部队军官的办公室或会议室 而是去服房 活动室 浴室等之类的生活场所看看 他曾对他的副官说 我是军人出身 事前打了召唤到部队去 人的东西就看不到了 这些下级军官也是人精啊 不能小看他们 都会演戏 不打召唤 去了先看看厨房之类的活动场所 就能看出问题 这些地方搬到好坏 直接反映了部队的纪律状况 和士兵的精神生活 蒋介石是一个老兵 他说的是大实话 治军要严 军人就得注重形象 这是蒋介石的信条 蒋介石经常从衣着打扮上 改写一个人的前程 有一天下午 天高云淡 没有风 蒋介石心情很好 就乘车在公路上兜风 路过一个小镇时 他发现有一个正在办采购的士兵 瞅上去很不顺眼 大盖帽拎在手里 嘴里叼着一支烟 头发也很长 蒋介石脸色变了 他让司机立即停车 转身对随从副官说 这个兵的形象让我生气 你去询问一下吧 看他是哪个部队的 咱们连衣服都穿的 歪七牛八的 叉叉是哪个部队的 要向他的长官反应一下 副官立即下车走上前去 向士兵表明了身份 士兵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问题 事后 副官向那个兵的上司打了个电话 并代表蒋介石做了一番批示 当天那个兵就被关了禁闭 之后就提前退役了 宽言相计 这正是蒋介石的治军策略 该严管时就得严管 该关心时就得关心 有一年冬天 蒋介石到部队视察 看到士兵的住宿条件很不好 天那么冷 士兵睡的还是稻草地铺 有的营房还是茅草屋 他很不高兴 当场找来长官问话 这是怎么回事 钱都到哪儿去了 士兵的生活条件 为什么这么差 长官回答 经费很紧张啊 还没有来得及改建 蒋介石很不愉快地说 钱不过花 这个我要查一查 对待士兵要关心 总不能让他们住这么差的房子吧 回到办公室 蒋介石立即打电话 查询了这个部队的经费情况 的确如那个长官所说 是经费有困难 他大笔一挥 批示让这个部队提高预算经费 半年后 这个部队的营房 成了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 士兵的生活条件 有了很大的改善 都睡上了木板床 还配发毛餐等生活用品 微服私访了解真相 解决问题 他的这种做法也赢得了人心 是的 这种做法也已经变成了木板床